來看臺灣的 東智團體今天公布 我們國內的東智 在公開中有讀到什麼問題 調查發現說 東智公開的議員跟這位有關係 有人是怕說 公開會影響到林鄭的關係 剛做聲稱 甚至會向導臺 調查也發現說只有一個企業 有提出對東智還是性別優先的出息 臺灣是阿朱在東智分院合法化的國家 分款運動這幾年來有進展 不過東智的立場生活 因為民體就不會有挑戰 東智主審立山協會 還有彩虹賓館大北台協會 進行網路調查 回收13007分有好的問卷 發現願意向東智出櫃人 頂45.8% 向主管頂28.9% 警告13%的人完全不願意出櫃 主要是煩惱影響林鄭關係 聲稱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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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家認為這種有特意的 実情的技術更難激情 我刁難你 那我用一些眼神互動等等 像這樣一個情形造成不友善 如我們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這是一個安全感的問題 這個要怎麼舉證 很困難 調查也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者標示 公司尚伯優先的氣氛 會影響是不是利益 某人因為尚伯的氣質和打扮 這是性侵項 受到沒有平常的對待 不過調查也發現 大約一時作為的企業 一場對董事尚伯優先 有明確的政策 這才是提供董事尚伯優先的 教育訓練 在目前適應職場的環境 很多都是靠著自身的力量調適 因為我們剛好看到 其實有超過五成以上的公司 是沒有任何的作為 為了要影響也來鼓勵 企業 搭著又更同時優先的一年 列算到大平台協會 已經開始推動 可能是健康檢查優先機票 跟企業合作來調查 如果符合優先精神的企業 立場 如果還有改善空間 是立場改善建議之欄 記者臨前面下記問 台北報道 來看聽眾